小鲸鱼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妮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小鲸鱼 做小鲸鱼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颗 银叶板根 还有佛光树的叶子 还有 就是活动眼睛 广告原料 水彩笔 好 当我们把所有的原料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 首先要在 板根上面打一个 装一个羊眼钉 把羊眼钉装上去以后 我们就在 板根上面涂上颜色 好 涂上颜色 涂好颜色的 板根就变成这样 好 当我们涂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先让它干 好 把这一个 佛光叶 好 把它整齐排好 好 我们先把它排好 底下先排三个 好 有没有 已经三个了 好 三个好以后呢 我们在上面 两个的中间 再排一个 再把它粘上一个 好 两个的中间 我们再粘一个 好 粘起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 这像一像是鱼的尾巴呢 好 当我们准备好的 就在上面 涂上 好 我们稍微压一下 让它粘起来 好 我们在上面 好 放着给它干 好 给它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拿来 把它贴在它的后面 当尾巴 好 这就是我们把它贴在后面 就会变成了鱼的尾巴 好 当鱼的尾巴黏好以后呢 就是如此 我们已经把尾巴黏上去了 接着 我们就要用 活动眼睛 拿出我们的活动眼睛 因为鲸鱼的眼睛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要用大一点的眼睛 好 拿好以后 我们就在前面贴上两颗 眼睛 眼睛装好以后 就变成了这样 好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装上钥匙圈 这就是小金鱼钥匙圈了 那你们知道佛瓜树 佛瓜树它又名七宝树 它在大陆是二极以保护的植物 因为它的叶面 它很特殊就是它的叶子的背面 是成金黄色 而且呢 在彰化前尾的地方 它有大量的培植这一个荧光树 佛光树 而且那个彰化的佛光树 是在兰羽引进来的 而佛光树呢 在兰羽也有一个小故事哦 听说 在有一次呢 兰羽的渔民 他在海上迷航了 就是找不到方向了 好 忽然呢 他看到了闪闪发亮的东西 一闪一闪的 原来是风吹动佛光树 是因为风吹动佛光树 而发出耀眼的光芒 所以呢 那些渔民呢 就照着那一个 闪闪发亮的地方过去 就这样子而找到了他们的姜 好 谢谢